我們看一下第三題 範例六的第三題 他這個題目 他說他的進進一線長這個樣子 OK 然後呢 不好意思 剛才也行太快了這邊 他說焦點是一四對不對 剛才這一題告訴我們是 過那個生活學院上面的一個點 所以其實題目兩次不太一樣 聽懂嗎 好 那這個題目在怎麼辦呢 這個題目 你覺得 呃 你覺得可不可以用剛才那方法 你應該得K 然後帶進去 不行 為什麼 因為焦點並沒有在那個 雙曲線上面嘛 所以你不用那個方法 那怎麼辦呢 我們最少怎麼辦 來 請計第二樓方法 我們就解這個連立方則式 欸為什麼你解這個連立方則式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最好算 而且你告訴我 看一下這邊 如果算出來這個漸進線長這個樣子 你回答我 漸進線的焦點是什麼東西 不管我是上下還是左右 然後 今天的能力就是中心點 所以我先解釋中心點再說 OK 所以很明顯 X應該等於 1 Y等於1 所以很明顯 這個11是什麼東西 11 就是我的中心點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開始看一下 中心點跟焦點對照一下 欸 看起來很爽 為什麼 因為如果這裡是11的話 114是在這個地方 是焦點 所以我可以預測出啊 另外一個焦點在哪邊 肯定在這裡 所以它應該屬於那種 所謂的左右對稱的雙曲線 對吧 好所以 你看嘛 11中心點 焦點是14 通通通跑出來啊 首先定個C是多少 你知道嗎 C是3 對吧 C是3 還有呢 還有呢 還有什麼給我可以知道呢 你覺得 C我聽知道是3了 然後呢 還進去的我們剛才講到的東西 我們說 漸進線的斜率 這個b分之a b分之a b分之a 那個 漸進線的斜率m 就得b分之a 呃 對不起 如果是左右 左右的話 它的斜率應該是a分之b吧 有沒有 還進去的剛才講到的 我們說 如果漸進那個 雙曲線是左右開口的話 那麼 則這個漸進線的斜率m 它的結果就等於那個a分之b 這個a不是這個a喔 也不是這個b喔 指的是我們那個 球數外有沒有那個 a平方分之x h的平方 b平方分之y 這個b 這個ab 指的是這兩個 指的是貫軸跟公二軸的部分 半貫軸跟公二軸 所以我說c等於3 那 我還可以知道 我們這邊帶其中一個 比如在那邊的斜率 這裡的m應該就等於2分之3吧 所以我可以知道說 2分之3會等於多少 2分之3 會等於這個 b分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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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分之b b分之a才對 b分之a才對 可是這裡b分之a跟他同 不太一樣 我們開這裡行的 對啊 結果開口 斜率應該是a分之b才對 sorry 把它改一下好了 14 b分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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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改一下 好 然後接下來 再怎麼做 接下來 我是不是寫錯了 我寫錯了 你知道嗎 我心裡 頭腦沒吃飯 太頓了 對不起 這也是11對不對 14是哪裡 意思是在上面 這裡把它看成是四一 其實意思是在上面才對 這裡才是意思 對不對 Sorry 寫太快了 所以剛才畫了那個圖 反正這牙是可以用的 只是說它變成上下開口 所以這邊那個就改成 低分之類 懂嗎 因為它是上下開口 所以我的行律就變成多少 變成是B分之A 而不是A分之B 好 那麼 除此之外呢 我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用 還有它也可以用 怎麼辦 它怎麼可以用 好 首先第一個 對不起 既然B分之A得2分之3對不對 我可以知道的結果就是 A比B是幾比計 A比B 就是這裡的3比2 然後 A B C 這三個位置是它的關聯性 是不是C平方會等於 A平方加B平方 那C是多少 C就是9 4分之9 A平方跟B平方呢 有沒有十兩個位置數 我可以把它換成什麼 因為既然是3比2 我可以講它是多少 3K跟2K 所以把B平方帶進去就變成了 9K平方加上 4K平方 所以我可以知道說 K平方就等於是3分之9 好 那其實我答應9K完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我的公司裡面 肯定是 因為是上下開口的關係 對不對 所以YA X是負的 所以是減掉 X-1的比方 然後呢 Y-1的比方 因為中間點不知道 然後是因為上下開口的關係 所以是A-1平方 然後等於1 然後這裡呢 要帶A 這裡要帶B 然後呢 因為B的話 是 這個 2K 2K嘛 對不對 所以平方多少 平方應該是4K平方 那因為我已經有4了 我已經有K平方了 做個乘4這句就好 所以應該變成了 13分之36 然後它呢 應該是13分之 A的話是3K 所以平方是9K平方 所以要乘以9 所以變成了81 OK 所以大家應該等一看 才對 你也要小心 你也要被放我快 換一樣的錯誤字